萬分歡迎大家今天來到InstacarHK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今天要評論的是這部1973年的Chevrolet Corvette 觀眾都應該知道 這部Corvette在美國汽車歷史中是非常悠久和非常之ICONIC 一說到美國跑車就一定會提到Chevrolet Corvette Corvette由1953年已經出了第一代 就是叫做C1 而到今時今日2020年 其實已經出到第8代就是C8 model 而今天這部就是C3 即是第三代的Corvette 而這部Corvette是用一個V8引擎 俗稱是一個small block 350 cubic inch的V8引擎 名稱叫做L48 那什麼叫做350 cubic inch呢 就是因為美國人不用Liter或CC 去計算引擎的容量 他們就是用Cubic inch 那每一個Cubic inch 就等於0.0164的L 那如果你用0.0164 x 350 cubic inch 就等於這部車是一部5.7L的V8引擎 那這個V8引擎是有200匹的 那其實七幾年之前的Corvette 就算是small block也好 是去到300匹的 那為什麼這部車會降到200匹呢 就不僅是因為一些排氣 emission的rules 或者引擎縮小了 而反而是七幾年之前 很多車廠 美國車廠 就亂去計算 和亂去報 他們的車的horsepower 讓它高一點好聽一點 那到七幾年 那些車廠就要跟一個叫做SAE的standard SAE就是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 那跟了SAE的standard去計算車的匹數之後 其實這部Corvette一個正確的匹數 其實就是大概200匹 那C3 Corvette其實是由1968年出到1982年 那今天這部就是1973年 那它這麼長的production period 那當然中間有很多不同的update 那這部1973年的update其實是挺特別的 那如果有熟悉Corvette的朋友 應該知道其實那些Corvette C1、C2 早期那些 全部都是頭和尾的bomber 都是用Chrome的bomber 而這部1973年 是第一部開始跟美國新的汽車規例 所以車頭就不能再保持Chrome的bomber 那時候新的規例 就是那些車頭的bomber要是用膠的 頭的那一部要用膠 等它如果撞到一些pedestrian 撞到一些圖人的時候 它們的傷的機會和傷的程度就不會那麼高 所以這部1973年 除了是第一架頭的bomber 就連車尾也變成了膠的bomber 那這些Corvette其實全部都是用玻璃纖維 Fiberglass去做的 但跟我們上次在Blackbird說的 那架308 Fiberglass有少少不同 它用的Fiberglass就不是只是因為會輕一些 而反而是那個年代的技術 很多這些形狀用鐵是做不到這個形狀出來 即是這個一塊fender可以這樣 由這裡拱起 這裡裡面又套進去 有個孔 它這些是反而要用Fiberglass 才可以撞到這些形狀出來 但是Fiberglass唯一一個問題 就是它製作時的準程度 那個形狀就未必一定那麼好 所以如果大家上網看一些二手的Corvette 有時那些車的Shutline就很差 因為它的Fiberglass變形的形狀不適合 所以Shutline可能有些會很闊 有些會很窄 但是幸好今天這一架 其實你看看Shutline 全部都很漂亮 全部都是很窄和很 consistent 不會說車頭是這個闊度 車尾就突然闊多了那麼多就沒有 你看這架全架車的Shutline 都是 consistent 和窄的 而今天這架Corvette 更加特別和比較少有的 就是它是第一開篷 以及它是棍波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它這架車是有原裝冷氣的 which for 那個年代是非常之少 那更加一樣令它更加少的東西 就是這架車是有一個 叫做Deluxe Hardtop的option 就是它有一個硬頂 它已經是跟著車來 而那個Deluxe Hardtop的option 全世界只有323架 Crovette C3是有這個option的 在out of 73年 其實是少過5000架的C3製造 而這架已經開篷 棍波有冷氣 還有Deluxe Hardtop 就肯定是少之少的 那這架車的車主其實是在2016年 幫它自己住在美國 新澤西州鎮 New Jersey 那時候買的 它買了兩年之後就要搬來香港 就把這架車拿回來 所以你會看到這架車還是揹著 New Jersey Garden State的原裝車牌 那至於為什麼一架左軚的New Jersey 車可以在香港開出來呢 就是因為車主是我們老爺車會的會員 而老爺車會的會員 如果你有一個老過20歲的車 其實你就可以跟運輸署 拿一個叫做Moving Permit 的一個Permit 去駕駛一架左軚和外國的車 但是這個Moving Permit 是要指定日子才可以駕駛 例如老爺車會的Event 日子 那你就可以去申請這個Permit 而駕駛它出來 說了那麼久 是時間進來駕駛一轉 那我今天其實都頗興奮的 因為我這麼久以來 是未駕駛過一架American Muscle 美國車當然駕駛過 但是美國跑車 新與舊也好 其實我都是第一次 那我也有點緊張 那你坐到進來 其實感覺到車是很細架的 但是那些材料 是很漂亮的 就是很多皮 chrome 鐵 就不是很皮革 那車主也保持得這個內櫥 是非常之原裝的 包括那個Radio 冷氣Switch 是全原裝的 但是一坐到來 你覺得 其中一件事 你馬上發覺到 就是你那個 咪錶和轉數錶 是看下去的 就是好像看下去的 那樣看下去的咪錶和轉數錶 這個是挺有趣的 中間的Dios也很清楚 有多少油 水溫 水壓 電池 一鐘 所以整輛車很compact 很細 是visibility 很好 那個wind shield 低的 但是 我以為我不是那麼高 所以你不會覺得 很 in your face 所以 comfortable 好 好了 不要說那麼多 試試試踏車先 那這輛是一輛卡車 所以都是要給一些油的踏 還要踏踩 那我們現在踏車 大家聽已經聽到 很雄厚的美國V8聲 那這輛是一輛4前速的棍波 那 Let's see 個踏踩 那它起步呢 腳的力子是 頗容易去調校的 但是就要先給多些油 它是行燒焦 所以 我那個入球呢 我都會給它一口油 還有嘗試一下Double D Clutch 那但是呢 確實呢 大家會留意到 這輛是左軚車 那是有些奇怪的 香港駕駛的左軚車 那是 各樣東西 你都要 即是 調轉 那是 前面跟著的車就容易一些 你不會走到另外一條線 但是幸好這輛車小 所以就算左軚 那些位置都不是那麼難走 好 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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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 Jaguar E-Type 有些不同 它不會很長 而且不太知道自己在進什麼 這個1、2、3、4 波都很清晰 這輛車有一個特別的技術 就是當你下載速度踩油的時候 車頭引擎的引擎有一塊葉 會是自動式開 讓可以多一點氣進入 例如現在 它5.7 V8 200匹 馬力就不是很強勁 但扭力很充足 很明顯5.7L 上這些斜路是完全沒有問題 不會覺得不夠力 始終都是大力的車 不過唯一值得稱讚的是那個波箱 那個波箱 它這麼precise 就令到你 初初不太熟悉的車的時候 都不會太害怕入什麼波 但是呢 車主有警告過我 你起步一波 是要給它多一點油 要不然它就好像想死想死 那樣 但是習慣了 其實就沒什麼問題 但是那個 Iconic的美國V8引擎聲 是真的沒得頂的 你一合上眼 你都知道自己是開著美國V8車 這個是很分別的 其實這輛車在香港開是 真的挺適合 因為它的尺寸 它的尺寸 它不是很大 其實是 很適合香港這些窄的山路 由於它的尺寸也不太大 你駕駛 左軚 就很快 比較容易 習慣一點 它是左軚 因為它的尺寸不大 你不用說走得太辛苦 就是我是不是過線啊 有邊那樣東西 今天這麼好天 陽光普照 在一條這麼漂亮的山路上開著開逢 真的感覺都挺 真的有點California的感覺 在Ivy Canyon山路上開著 開逢美國車top down 那個經驗都挺好的 好 繞完圈 你問我喜歡這輛車什麼呢 我肯定喜歡它的聲音 那個尺寸 很適合香港 還有像我剛才說的那個波箱 是很準確 很容易入 不難開的 那些所謂不喜歡的東西 我猜它可以再多些power 你感覺到它雖然很力 但它那個200匹 是有差一點的 其實它可以再快一點 可能它是小塊的問題 那 否則我都覺得這輛車是挺好的 那 希望你喜歡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 請按讚和訂閱 我們稍後會有更多的老爺車影片 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輛車 其實這輛車現在是 車主其實是在賣這輛車 那剛才說過 其實如果你買 雖然它是一輛左軚的美國車 但其實你可以用 我們老爺車會的 Movement Permit 就可以駕駛 那如果任何人對這輛車有興趣 不妨寄一個 private message 給我們 我們可以 給車主的聯絡給你們 OK 謝謝 謝謝 謝謝